议员,哈喽,哦,哦,哦,这是谁,哈哈哈,来,我们请小凯先来给我们所有的朋友打个招呼,哈喽,哈喽,大家小伯好,刚才小凯一进来说,夸张了,还有点夸张,我相信现在屏幕之前的大家都非常的看到你来到我们的现场,都非常的开心, 所有的弹幕全部在刷你的名字,今天我们本来刚才是通过关键词来官宣,也所有的嘉宾来到现场,结果没想到你突然空降我们的直播间,对,听说就在这附近直播,让我在这边工作,就过来看,哇,你人还怪好的,你刚才空降我们的直播间,让我想起了去年你在我们的舞台当中,就是单手吊威啊,空降下来唱那个万里归途的首歌,其实这次来呢,也是想打算一下,今天有什么特殊的一些舞台的装置啊,可以让我提前知道的, 今年的舞台装置啊,哦呦,那你说我们江苏卫视的跨年演唱会的装置啊,我们今年有虚拟现实,人工智能,数字人,太棒了,很丰富啊,我刚才戏还不错吧,非常丰富啊,所以你刚才我说到的这些,你有什么想用的吗? 其实我已经挑好了,已经挑好了,所以到时候咱们在现场见真章,现场直接见,对,现场揭晓,那我可以替大家最后问你一个问题,我有没有可能具有一个今天,今年现场的唱跳舞台呢? 唱跳舞台,感觉你要卖个关子,呃,其实我觉得大家还是现场嘛,现场看嘛,就直接现场看? 对,我们就等到那一天,我们直接在现场见面,揭晓所有的一切,还有舞台装置啊,包括所有的舞台的创意啊,舞美什么的,一定是,相信一定是令人非常惊喜的。 好,那我们就谢谢小凯,让我们的微博小编准备好了没有,321,我们官学,欢迎王靖凯加盟我们的分豪2024江苏卫视,欢迎演唱会。 好,我们就谢谢小凯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,一会儿还有事儿忙了,是不是? 对,我一会儿还有一些其他工作,所以今天就先到这儿,太酷了,那就先到这儿,嗯,你继续,没事,你继续,你继续,你继续,给我发火,那我们跟大家告别一下,拜拜,拜拜,好,我们12月31号见了啊,好,谢谢,谢谢小凯,谢谢,谢谢,谢谢。